喂 大家好 今天就是 美國西岸時間 2024年 1月22 星期一 星期一 現在時間 下午1點 而 下了一萬的雨 下了三天 下了3天 打風不成三天 但是沒有打風 但下了三天 但現在還在下 昨晚下了一萬 我怕 有地方 有山泥 水浸各樣都有 這裏 這麽現代化的國家 一樣有 早一兩個星期 又太冷 一樣因為這樣 那些人過世 那就 有個不好消息 對我來說 在共和黨 我比較支持佛羅里達州州長 德桑蒂斯 就退選 退選 真的很多人都震驚 因為他 被人感覺到可以威脅到特朗普 在共和黨 剛剛初選 早幾天 就在 愛歐華州 就輸了 特朗普就51% 他就21% 第三個就是 克里 那個女人就是以前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里 第三 穩守第三 他的票數是19% 在澳華州 其他三哥就退選 沒有了 再對下那些就 一早就退了 已經 只剩下三個而已 之前 三哥就退了之後 就支持特朗普 OK 好了 特法就是 他退選 德桑蒂斯 這樣就 唉 退選 原來呢 現在 民意初 初步調查 下一個州 就是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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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太懂 是甚麼 你忘記了 是吧 那 廖 那 那 那個民意 就是 又是 特朗普 五十多 克里呢 三十幾 好像去到 五知三十九 那 德桑蒂斯 只有幾個巴仙 好像六個巴仙 是吧 那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 吹出來 就說 那些人 那些金主呢 就覺得 你都是 機會不大 就不是很支持他 那他沒有錢 選條毛嗎 那 那些人有錢 都給 特朗普 特朗普 現在 黨裏面的支持率呢 是超過七十個巴仙 超過七十個巴仙 就算 那個女人 克里 拿三十個巴仙 都是 不夠他的 其實 那 現在就看了 看看 在 那 那 那 這個 初選 是吧 我想 這個 克里 是很硬的 到時是 輸得離譜 我想他都退選 我猜 那 變成共和黨 其他州 不用再 不用再投了 不用再搞了 就是 特朗普 就 代表 這個 共和黨 OK 那 民主黨 就很大機會 就 啊 拜登 繼續 啦 又是兩個老爺在爭 那時候 OK 又是兩個老爺在爭 是吧 你不想見到的場面 又再出現 哈哈 沒有辦法 是吧 沒有辦法 那 就 他們搞這些官司啊 又要搞 啊 拜登的兒子啊 這邊就搞特朗普啦 直接 都未必影響到 那個選舉的 未必影響到 繼續 都是這兩個老爺 OK 唉 那我們都是 繼續看啦 繼續看 是吧 嗯 好啦 就這樣說 沒什麼說的 沒什麼抹 就是這樣